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作业的填充题 血液中的葡萄糖呢 它是叫做血糖 它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做状态 然后呢,主要呢 是受到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调节 控制 内分泌系统里面 比较more precise 应该是那个胰岛啦 胰岛 激素是由内分泌线分泌的 外分泌线的就不是叫激素了 然后这些激素呢 是没有导管的 有导管的叫外分泌线 这些是没有的 激素呢 对人体的新陈代谢啊 生长发育啊 生殖啊 这些生理活动呢 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人体内的激素呢 主要是有生长激素 甲霜线激素 肾霜线激素 胰岛素 还有性激素 OK 等 等 可能有一些是超出我们的范围啊 那 颐岛线呢 是分泌的技术呢 其实呢 还有 我们所学的是脑垂线 脑垂线 分泌生长技术嘛 其实脑垂线除了分泌生长技术以外 它还有分泌一些技术啊 不懂叫什么名 不在我们的范围内 它可以调节其他的内分泌线的活动了 所以呢 这个呢 脑垂线呢 也叫做内分泌系统的主宰 好 这一个呢 是我们旧的课程里面的啦 所以呢 他们有一些老师呢 把这个旧的课本的东西放在这里作为作业 这样子 好 第四 肾上腺素啊 能够加快心跳的节奏 扩张通过肌肉的血管 然后呢 又 呃 然后人体一般上呢 在感到紧张的时候呢 就会分泌的 然后肾上腺 肌素 啊 肾上腺素 第五 胰脏呢 是人体内同时拥有外分泌线跟内分泌线 两种功能的器官 好像也只有它 好像也只有它 胰脏 啊 这个时候你就不可以叫它胰岛了 对不对 因为它是你叫它胰线也可以 不过呢 因为它讲器官 所以我们就要用胰脏会比较恰当 啊 胰脏里面的胰线有内分泌线跟外分泌线 内分泌部跟外分泌部那内分泌的部分呢 我们叫做胰岛 OK啊 这样子 那这个配对题来讲呢 哎 这一个 疾病配什么 呃 内分泌的缺乏会配什么 疾病呢 这个非常重要啊 背起来 啃起来 这个一定会考的啊 那一份 呃 幼年的时候生长 生长技术 技术 分泌过多 这个是巨人症 巨人症 胰岛素 分泌不足 就会有糖尿病 幼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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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长技术 不足就会有猪乳症 甲状腺技术 分泌过少 就会有呆小症 生长数过多 成年的时候 生长数过多 枝端肥大症 OK 所以这里呢 就配对完成了 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病 要记起来 甲抗很多时候 它就没有了 然后甲状腺技术过 过多 呃 或者过少 是 一般上他们讲 大脖子病啊 甲状腺肿大啦 这个呢 他们好像 因为那个名字 有点 太过descriptive 太过明显 所以他们没有 在这边考你 OK 探究题 探究题 我们的 呃 这个郑伯同学呢 他跟其他同学呢 就组成了 呃 生物兴趣的 小组 进行实验的探究呢 是要看 甲状腺技术 对蝌蚪的 生长发育的影响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把 A跟B 哈 两个玻璃缸 啊 A跟B 标上去 然后呢 A呢 是用 1000ml的磁糖水 B是用 1000ml的自来水 分别加入 等量的 啊 等量的饲料 等量的饲料 我画一下那个 highlight一下 highlight一下 等量 这么一直有 highlight我 等量的 呃 饲料 然后放一只 各放一只蝌蚪 然后呢 甲的这个呢 就放 甲的这个呢 就放这个 放了 甲状腺技术 A的那个呢 就没有加 啊 水温呢 是保持 差不多的 来 然后呢 看他生长的情况 现在这里呢 你会看到呢 A 固定性变数 有哪一些 等量的饲料 对不对 然后呢 都是一只 还有温度 也是固定性变数 操纵性变数呢 就是说两个不同的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是加 甲状腺 这个是不加甲状腺 我们要研究 甲状腺 对他生长发育的情况 所以一个加 一个不加 好像合理嘛 对不对 合理啊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他要 一个放池塘水 一个放自来水呢 这里 如果你这样子放的话呢 就变成了两个 两个东西是不同的 对啊 我们做实验呢 只有一个呢 是超通性变数 只有一个可以不一样 其余的都要一样 所以这种情形呢 我们就叫做 呃 变量多过两个 是没有得 得不出结论的 OK 所以这个实验 其实是 呃 步骤呢 其实是错了的 啊 然后呢 第一题呢 他就叫问 哪一个步骤呢 其实是不够严谨的 然后呢 你请你补充一下 第一个环节 不太对 两个 不能一个用池塘水 一个用自来水 因为你的 呃 固定性 呃 你这个应该要固定嘛 呃 你的超纵性变数 已经是不同了 那这边不可以有 不一样的 情况出现 最好用池塘水了 因为自来水 可能会有 呃 呃 那个 那个 绿啊 绿气啊 会造成 他们 呃 绿气 会杀毒 然后呢 他的细菌 就 呃 死到光 甚至呢 他有可能 也会危害 这个呃 蝌蚪的 所以最好 不要用自来水 我们每次讲 养鱼 也是不能用自来水的 如果你要用自来水 你必须要打气 不能打超过 两个小时以上 呃 因为就是说 有点像搅拌 这样子啦 搅拌的功能 搅拌两个小时 他的这个绿气就会差不多会去到完 啊 那这个就最好不要用自来水 要用池塘水 所以第一个步骤 应该两个都加1000ml的池塘水 啊 要公平 再来放一只 可靠吗 万一这只我放了这只特别加价 对不对 啊 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偶然性 啊 偶然性的误差 所以呢 这两个蝌蚪其实太少了 啊 两个都一只太少了 最好放十只以上 左边放十只 右边放十只 啊 这里是提供 这个是建议啦 至少五只 五只 最好越多越好 二十只 二十只 或者是十只 十只 OK 然后呢 第四 第四个步骤呢 我们为什么要设比刚 啊 为什么一个是不加的 一个是加的 这个我们叫做对照组 所以B呢 是作为对照组啦 啊 我们知道甲的这个会 呃 就会帮助到它生长 这样我们要知道不加的话 它是不是 生长会比较慢 不然快跟慢 怎样来比 对 哦 我放了甲中线 它会长哦 可能你不放它会长呢 速度上不同罢了吗 时间上比较短啦 这样你没有比 你怎样知道哪一个 不放 跟放啊 时间上有没有差别 所以你必须要多一缸呢 是不放的 OK 然后呢 再比较哪一个的发育呢 是先完成的 啊 这样子啦 然后呢 第四个啊 他就讲了 如果 因为我们也不晓得 那个结果是怎样 他要你预测 预测 如果结果是这个 你可以得什么结论 如果结果是这个 你得的是什么结论 如果A 我们是讲A 是放了甲状线的 甲状A的那个比较快 那A的话会比较快 那代表甲状线 技术呢 是有帮助 有促进 它的这个生长 促进了 那如果是两个人 发育的情况 是差不多的 或者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 哦 原来甲状线是对人有效 对这个动物没有效 或者是对蝌蚪没有效 也有这样的可能 也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我们 为什么要做实验 OK 所以也有这样的可能 如果人两个 发育情况一样 那很可能就是说 甲状线对他们没有用 OK 那如果是A反而比较慢 那就代表这个甲状线 反而是会抑制它的生长 对不对 要懂得怎样 写抑制这两个字 OK 所以甲状线呢 就会可能是对 甲状 对青蛙呢 或者是对蝌蚪啦 sorry 他是讲蝌蚪发育成青蛙 会有抑制的一个作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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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